好,我们今天来上了法学英文的总复习的部分 然后刚开始第一章节的部分呢 有在第三点有一个快速做题的方法 那今天总复习的部分主要就是从这个快速做题的方法 找关键字的方式然后来解题 那所以今天的重点可以着重在解题的部分 那解题的时候呢 它的顺序大概就是先看有没有任何的法条 或者是相关的法律 如果题目里有看到法条或法律的话 首先就要先注意这一点 那如果没有法条或法律的话 再看题目是不是有空格 有空格的话就要看空格的前后文 如果题目没有提到空格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看它的问句 看问句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关键字 那再来假如说连问句都没有法看出来 这个题要考什么的话 再来就是要从题目的其他内容来分辨 那这边主要的话 它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要找到说 它题目考的重点在哪里 它想要找到解答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提供对于在看法律 题目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找一下它的关键字 那主要这样子的解题方法的效益 会在那种很长很长的题目里面 在那种很长的题目里面的时候 用这种通话会比较快的可以找到题目的重点 那前面前面这个部分叙述的就是 大概就是我刚讲的这种 然后它有很多种类型 有的是有条文有空格 然后有的是没有条文之类的这样子的类型 那这边就是同学可以回家的时候再来看一看就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会有单字的部分 都是分课的单字 那因为这边的话 学修班的部分已经有讲过 有1的针对单字的部分有解析过 所以总不习惯成就不多讲 我们会直接从历届试题的部分开始讲 那主要用的方法就是 我刚刚这边讲的有法调看法调 有空格看共格 有问句看问句的方式来解题 好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来熟悉一下 这样子的解题方法是什么 那首先看到109年度的考古题的部分 第一题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第一题 它有一个提到法律的部分 大概有在找法调的时候 要拿呢 它就是可能有提到什么law或者是什么act 对 通常就是找这样子的关键字 或者是你也看到article 也是它提到article本身就是调的意思 第几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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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article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会讲到四环 你都把刚刚解释在后面都会看到 那这一题的话有一个 如果你直接找 如果提到的话就看到很明显 我们就是它提到negrove跟small 好 negrove跟small的话它主要它指的就是它的过失 这个negrove跟small是过失的意思 然后在这边它指的是过失行为的法律 那前面的主题就看到它要考的是跟过失行为有关的 的那个法律的责任 然后再来有法要看法调码 再来是看控格的前后文 现在控格在第二行的部分 第二行首先它提到的是一个concept 所以它要考的 控格前面它讲到concept是指一个概念 所以它要考的是一个概念 那控格前后面的话 它有讲说这个概念内容 它说responsible for the injuries negliggantly post by 这边它就讲到responsible for 一直到post by others 好了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一题的三个重点 它就是第一个是它是指过失行为的时候的一个法律 法律的责任 然后它要考的是某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内容呢就是在第三点 第三点它是说就是为了其他人 cost by others就是其他人导致的injury是指它的伤害 那因为为了其他人过失导致的伤害呢 要对这个负责来负责 好那在法律的概念里面 这边考的是民法的概念 那在别人 因为其他人的过失行为 然后自己要负担责任的话 它主要指的就是间接责任 比如说代理人的 法律代理人的责任 或者是雇主的责任 这种间接的责任 好那这一题的话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选项 属于这样子间接责任 法律代理人的这个替代责任的英文呢 是第一选项 vicarious liability 这个vicarious 本身的话 它就是指说替代的 它本身有替代的 或是代理的意思 在b选项的话 就是替代责任 或是间接责任的意思 那a选项的话 这个current liability 这个a选项的部分 这current liability 指的是流动费债 b选项就是替代责任 进阶责任 c选项 contingent liability b选项是会计的概念 它指的是货有负债 好那第一选中选上 joint and separate liability 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讲一下 这个的话 它指的是连代赔偿责任 前面的joint 是指共同的的意思 然后sever是指它的分别的 那joint and separate liability 这个题下指的是连代赔偿的责任 这个也是很长跑道的单字 好 那这个题目的话 解题 就是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 找到前面三格的重点 然后直接去找它的答案 那照这边的话 这张解体的答案是b选项 那稍微补充一下 跟这题有关的一些单字 比如说刚刚讲那个人的时候 不过分 更过失 这是母子 如果跟过失相比的话 那个是故意吗 就是它的相对的说法 就是故意 故意的因为是intention 好 这个部分是故意跟过失的 因为一个是intention 或是intentionally 都可以指是故意 那个跟死的是过失 好 那后面的话 他有讲说 most often impose liability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fault 好 这边是他提问 其他叙述内容 那这边有一个 impose liability on something 这个impose是指施加的意思 那是指比较负面的 负面的意思 然后这边来的 对问题要本身指的就是责任 施加某种程度的责任 在某个人的身上 那相对于说施加责任 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是赋予权利的话呢 就是去confer 或者是brand 好 这边是施加 施加他的义务 或者是赋予他权利 brand 你可以说他给他某种程度上的权利 权利者就是他的right 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部分 可以补充一下 对于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他一样是指他要负责的意思 这边用法是responsible for something 或者是responsible to somebody 就是他负责的 对于什么样的事情去负责 让他对谁去负责 那除了用responsible之外呢 也可以用liable liable for something 或是liable to somebody 一样是指说对于什么样的事情负责 或是对于谁负担这个责任 这个liable或是responsible 指的都是他的负责 负责任的 好 那第一题的话就是解到这边 那再来看到第二题 好第二题的部分 来看一下 首先呢一样先找有没有跟法庭有关的 那从第一行的后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叫restainment second of ports 这边的话可以讲一下一下这个拓子是清纯其木 restainment 有重述或者是整编的意思 好 restainment second of ports 这边指的是美国的一个法律 他叫做整编侵权行为法 然后是第二版 这个second指的是他的第二版 然后这边是他所引用的法律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看这一题是有空格的 所以来看一下空格的前后文 首先呢空格的前面 他指说一个public什么东西 那他的空格内容 好跟公众有关的跟公共有关 public指的是公众或是公共 好接下来呢后面空格的后文 他说unreasonable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comm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好 这边讲到unreasonable unreasonable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comm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comment about general public 好 这是题目的他所说的内容 后面他这一段他指的就是对于 通常从英文翻译的时候要从后面往前翻 那他讲的是说对于general public 指的是一般大众 这个general指的是一般性格 public就指的是公众或是大众 好对于公共大众一般公众的一个不合理的干扰什么 这个interference指的是他的干扰 而且他这个干扰是指名词unreasonable 都是指他不合理的 好对于公共大众什么东西的不合理干扰 他后面写说with the right comm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这个right comment to 这个comment指的是普遍的 comment指的是普遍的 好到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空格后面 他指的就是说对于一般大众一个普遍型的权利 然后对他施语的一个不合理的干扰 好那他指的他要考的就是空格那个部分 他是一个公共的怎么样的行为 然后那接下来下面的话就看一下 A选项B permanent 他指的是不一致的的意思 然后B选上 Nuisance指的是防悍 然后是每一次 C选上annoying是指扰人的 然后再来租选项Defamation这个北方是要记起来的 对于一般大众的一个普遍利益的不合理干扰行为 他是属于公共 公共妨害的一个行为 那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B选上 那主要这一题的话 因为他考的是美国的法规 然后其实Public Nuisance 他属于美国 他是在第821条B选上的部分 有规范到公共这个公共妨害行为 然后他的英文就是Public Nuisance 那这个题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对于 如果是对于这个层边 层边清学学法不熟悉的部分 这一题的话还可以用就是删去法 对 因为他的Public他指的 前面那个Public他指的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要去补充的就会是一个名词 那从这边的话 既然他要补充的是一个名词 这个A选上跟C选上是形容词 可以先删去 那接下来的话就可以看到 最后就是B跟猪选上 那这边他因为他要考的是一个 对于公共的一个权利的一个干扰行为 那其实他就是诽谤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删除了 他不是一个公众 只是他没有叙述到一个诽谤的行为 好 所以如果用删去法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这一题的答案 就会是B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稍微补充一下 对于这一题的话 可以补充的一些法学英文的内容 首先前面的话他在 他在引用这个 美国金权行为法的时候 他 开头他就用according to 那这according to本身就是依据的意思 那除了要引用法律 可以用according to 外面也可以用first one to 或者是in accordance with 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找under 那这几个方法都是在引用法条的时候 可以去 就是题目上可能会提到的 他可以说according to或者是pursuant to in accordance with or under 都是因为它是引用法条的一个开头 是依据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下面有一个看一下后面 从general public后面呢 还有一小段是我们刚解题的时候没有去看的 后面他说for example a conduct 这个a conduct是它的行为 这也算是比较常见的英文单词 那conduct也可以直接用acc来取代 一样都是指行为的意思 好 后面的选项他其实就是在重新补充叙述说 就是当你如果看到题目从第三个重点 然后你还是没有法看懂这个题目的意思的时候 就可以看后面题目有没有其他的解说 那他就说 conduct involves a significant interference 这个significant 这个significant 则是重大的 那除了用significant以外呢 比较常员出现也是在讲说重大的这个单字 在后面也会看到就是在material的时候 如果是用material他也可以同时指的是重大的的意思 在后面的话解题是会看到这个使用的方法 然后题目的后面他讲说它是一个重大的干扰行为 对于什么呢 with the public health or safety 然后他说对于公共的健康或者是安全的一个重大干扰行为 后面他讲说is considered as unreasonable be considered as 是被认为 be considered as 是被认为的意思 好 这一题大概就是到这边 他的答案是b选项 然后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的部分 然后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的部分 然后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的部分